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政协会议开幕 汪洋在工作报告提到 要推动一国两制行稳志愿 支持完善特区和宪法以及基本法相关制度 消息说夏宝龙政安会和港区的政协委员会面 可能会讲到国家安全议题 本港多8宗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 连续第7日本地零感染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工作报告强调 要推动一国两制行稳志愿 支持完善特区以及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 由主播经记者陈泳斯回到 因为疫情推迟两个几月的全国政协会议正式展开 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王歧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主席台上坐前两排的领导人都没有戴口罩 而主席台上其他人以及台下2,000多个委员就戴上口罩 全体默哀一分钟 冬念抗疫期间殉疾的医护和病势的患者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工作报告 提到过去一年涉及港澳的工作 支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发声 凝聚止暴制乱恢复次序的正能量 宣传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 分别通过所谓涉港涉疆等法案 发表严正声明 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汪洋在展望今年工作的时候 也都提及香港 说要做好大团结大联合工作 推动一国两制恒稳致远 而委员在大会堂获发的报告印刷版本 中间就多了一段 提到要密切与港澳社团及界别人事联系 就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澳青少年教育培养等等展开调研 至于在经济方面 汪洋提到要进行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等专题协商 就做好找就业 找内贸 找内资等工作的建言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全国政协是国家的政治协商和资讯机关 汪洋在报告中重申 政协毫不动摇坚持中共全面领导 并且坚定维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沉违斯报道 消息说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夜晚会会见港澳委员 或者会讲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议题 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开幕之后 夜晚港澳政协在政协礼堂会开联组会 北京消息透露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出席 估计会讲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议题 另外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也出席了港区人大代表下午的会议 多个港区人大会前都说 两会期间会建议堵塞香港在国家安全上的漏洞 消息说有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 要在基本法第23条之外另辟途径 及早制定国家特区安全法 建议中提到去年修例引起暴乱 是内外勾结的港版颜色革命 又说港独活动猖绝 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特区政权 香港成为反中乱港基地 批评香港23年来就23条立法毫无寸进 反对派坦汶议会 看不到落实立法的可能 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性法律 按基本法第18条列入基本法附件3 颁布在香港实施 全国人大今晚举行预备会议 在同主席团会议决定大会议程 之后举行记者会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导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如果中央将全国性法律 纳入基本法附件3 在香港落实国家安全法例 是考虑香港涉及国家安全的形势 非常严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评论香港局势 质疑可不可以维持高度自治 外交部指责他信口痴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评 他对香港无理施压 香港最近发生的两件事 引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关注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批评蓬佩奥信口痴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也发表声明 批评蓬佩奥等政客 对香港政府横加指责 无利施压 发言人说中央和特区政府 在带领香港各界对抗疫情 恢复经济 美国政客多次对香港立法和司法机构 依法理职说三道四 妄图美化开脱反中乱港分子的 违法犯罪行为 其实是不想见到香港社会微合撕裂 其险恶用心已经暴露无为 重新中央贯设一国两制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亦都坚定不移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导 本港新增8宗新冠肺炎病例 全部都是属于输入国案 累计病例增加到1063宗 而本地已经是连续7日零感染 新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 全部都是由巴基斯坦抵港 当中6个人来自两个家庭群组 包括一个56岁的男人和他两个儿子 其中22岁的儿子最早出现病症 上个星期六有头痛 之后有咳嗽和喉咙痛 另一个家庭有3个 由11至37岁的女患者 包括一对母女 3个人都没有接触过确诊者 也没有病症 连同另一个确诊的25岁男人 7个人去到巴基斯坦探亲 星期三搭卡塔尔航空QR818 白京多哈回到香港 在亚博馆留下的样本呈阳性 剩下的一个73岁女患者 是早前确诊的一对母女的家人 目前在屯门医院留意 当局说已经为大约1,000个 巴基斯坦反港人士检测 至今超过20个人呈阳性 比率较高 其实输入性个案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有些地方回来的可能高危一些 我们就需要他们在检疫中心 过了14天 防止一些输入性个案 就传入本地的 有个别日子 有些多些个案 就不一定是对本地的情况 有些什么特别的影响 除非真的有些本地的个案 我们才会比较担心 因为做足一切这些措施 都希望这些输入性个案 被我们找到 还有不用引起第二波 或者其他的爆发 当局又说 扩大社区检测之后 向机场员工派845个样本评 收回的602个样本检测都呈阴性 而因应黎木树村家庭群组 派出的样本检 也都全部呈阴性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 报道 康民署从开核下33个泳池 泳客入场之前要能够体温 卫生防护中心就呼吁市民 如果有病症不要去 铜锣湾围圆泳池只是开放主池 清晨6点半开放之后 已经有泳客来游早水 要探了市民意义 荔枝各公园泳池也都差不多 泳客进入的时候要戴口罩和量体温 如果体温高过涉事38度不可以入场 泳池只是重开训练池 主池、腹池仍然封闭 泳池每天早上6点半至晚上10点开放 分三个时段中间有休息时间 但有泳客都开心可以来游泳 是很闷了 习惯了 因为游泳池是一种生活的习惯来的 更衣室里面这些柜子 大部分都不开的 封了的 它好像有限人数的 所以很有信心 很安全的 觉得不习惯了 因为我们游惯了 是每天都来游 是几乎 很好 很干净 还有规格都照政府的规定 康民署提醒泳客要遵守限聚令 泳池里面不可以进行多过8人的群组聚集 而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林育设施会以隔一个 开一个的方式开放 外国有些报告就是说 在这个泳池那里暂时不是一个 主要的传染途径 但当然有人接触一起的地方 所有地方包括泳池都是有一个风险的 为了减少社交接触 康民署将入场人数调低 而这个泳池最高可以容纳50人 如果人数达到上限 会向等候的人派丑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前年立法会补选被撤消资格的刘小丽 获判选举程请胜诉 高等法院裁定胜出的陈海因飞驼为当选 美国发表中国战略报告 说中国经济政策和军力建设 威胁国家安全 回来新闻时间 前年参选九龙西补选被撤消资格的刘小丽 提出选拒情请 获高等法院法官批准 财听胜出个补选的陈海因飞驼为当选 刘小丽2016年宣誓就任九龙西立法会议员 之后被裁定宣誓无效撤消议员资格 她原有议席2018年补选 刘小丽报名参选 被选举主任裁定她并不是真诚拥护基本法 提名无效 补选最后由陈海因胜出 刘小丽提出选举情请 高等法院法官周嘉明在判时说 今次案件和之前周庭和刘永康的选举情请并没有分别 当中存在程序不公 因为选举主任考虑过程中 没有给刘小丽机会去解释 对于律政司一方曾经反驳 刘小丽提名无效的结果 不会因为她有解释而改变 周嘉明不认同 说有关说法并不是重要考虑法庭主要判断程序是否有问题 在者提名资格并不是涉及国籍等简单问题 而是错终复杂的问题 选举主任也没有明确清晰交代 如果听取刘小丽的解释之后 她是否维持裁定提名无效的决定 法庭也看不到选举主任对比刘小丽解释有困难 法庭裁定刘小丽胜数 而补选胜出的陈凯恩非妥为东选 选举主任和陈凯恩都要向刘小丽支付纵费 我觉得是惨性 确立了很少事情 起码是过程序上要有公义 辩方的律师是指出 可能是一个终身剝对政治权利来的 即是你一次的宣誓 就令到她有一个延续的效应 这个法官就明确地否定了她的说法 她说会和律师团队研究下一步行动 根据有关立法会条例 如果法庭裁定任何人非妥为东选 这个人即是不再是议员 她的议席由原众法庭颁下书面判决日期起原空 但在上诉限期即是14个工作天内 判决会暂缓执行 这条条例也都指明 如果这个人提出上诉 就会继续为议员 无线电视记者 随之认不得 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警察队原座级协会 提出申请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入面 选民的姓名和住址 部分上诉得值 警察队原座级协会去年提出司法覆核 说选民登记册入面 有选民的个人的名和住址 被公众查阅或者会助长警员被起底 要求禁止公众查阅 被高等法院裁定败诉 原座级协会不复上诉 上诉庭裁定部分上诉得值 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家 临时禁制令仍然生效 但会放宽给候选人 传媒和政党查阅 上诉庭在下星期会再开庭商议 应该根据裁决作出什么命令 港台顾问委员会将会成立工作小组 確保港台节目符合约章 准确和持平 港台节目左右红蓝绿其中一集 上个月被通讯局发出严重警告 说是煽动对政府和警方的仇恨 欢迎收看警方信息 到今个星期二 通讯局再向港台发出警告 裁定头条新闻其中一集 污蔑警方 港台顾问委员会到政府总部 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会面大约一个半钟头 对于港台制作人员工会说 头条新闻是弃约节目 委员会和局方都认为 港台所有制作都必须要符合港台约章 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包括是准确持平的新闻 资讯观点和分析 不仅是新闻 这方面我们在3月13号 公开向港广播处长的意见 有关于我们的节目 是不会有例外和豁免 这个精神是一致的 广播处长梁家榮没有参与会面 陈建强说出席名单由局方决定 会上都没有讨论人事问题 否认委员会凌驾处长 在约章说得很清楚 广播处长是需要重视及考虑我们所有意见 如有不采立 必须向我们回报解释 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已经是向广播处长提出的意见 广播处长跟我们说 他也叫我们不用担心 他有做足的功夫 但出来的结果和我们所期望的 是有分别的 委员会将会成立工作小组 确保港台节目符合约章 包括准确持平 达到公共目的和使命 包括推动公民社会 国民身份认同和一国两制的认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邮投马说 那个会面是由委员会提出 也都属于非官方 所以无需好像官方会议那样 必须由广播处长出席 无线电视记者吴海薇报导 新冠肺炎引发中美争拗之际 载着3000个士兵 星期三离开关岛 不免禁食野味 为期五年 这期中国新闻再看看全国两会的消息 多个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委员通道接受访问 有做中医研究的委员说 中医药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显著的疗效 疫情爆发初期 武汉的金银潭医院是第一间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医疗队去到这间医院协助 有做中医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说 病人最初对中医治疗有疑虑 但是最后不少人都医好 88例纯中医治疗 疗效于显著 另外今年是完成中国自主研制北斗渡航系统 全球祖望建设的最后一年 新兼北斗系统工程总设计师的委员杨长峰说 最后一粒祖望卫星北斗3号 已经运抵西窗卫星发射中心 各项准备工作有罪推进 计划今年6月将会窄机发射 到时北斗全球星座的布局将会圆满完成 20多年的这个时间 走过了国外卫星导航40年的发展路程 特别是我们的北斗全球系统的建设 用两年的时间实现了17颗星 17颗运载29颗星的高密度的发射走碗 而且连转连结 创造了世界卫星导航的一个奇迹 被称之为中国速度 他说目前全球有过半国家使用北斗 在交通运输、农业、余业、减灾、救灾 疫情防控等都发挥积极作用 又说在中国入网的智能手机中 有七成以上提供北斗服务 多个全国政协委员 在人民大会堂委员通道接受访问 因应疫情 只有个别记者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采访 部分记者就获安排去到两会新闻中心 透过视像提问 记者分隔就座 内地昨天新增两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当中一宗就是本土病例 另外湖北武汉宣布全面禁食野味 最先爆发疫情的湖北武汉 超过7万名初中三年级学生 在停课三个几月之后复课 是继高中三年级之后 当地第二批复课的学生 学校需要采取小班教学 座位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 而武汉当局也发通知 宣布即日开始 全面禁止食用和捕猎野生动物 同时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 有效期为5年 当局说会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 隔除蓝食野生动物流集 同加强野生动物监督检查 依法查封违法场所 将违法者的违法讯息寄入社会诚信档案 实行联合情界向社会公布 通知说措施是贯斥落实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关于禁食野生动物等决定的精神 至于内地在星期三新增两宗确诊病例 一宗是上海的本土病例 雷患者长居在湖北武汉 今个月8日曾经在当地接受核酸检测 结果呈阴性 三日之后陪丈夫到上海求医 在星期一因为要到医院照顾丈夫 需要接受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之后确诊 而在星期一也都有一名来自湖北的患者 到了上海之后才确诊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 日前发现在官邸内死亡的中国驻意识力大使杜偉 围体移送回北京 外交部在首都机场举行迎接仪式 外长王毅、杜偉的家属和在场的工作人员 向杜偉围体谷宫被默哀 王毅说对杜偉在任期间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形容杜偉是好同事、好战友 为外交事业奉献一切 杜偉今年2月获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 星期一日被发现死于特拉维夫官邸内 中年57岁 当局说他是死于自然并无可疑 海洋公园争取住资避免清盘再有新价进展 当局说会修订未来的营运模式 包括可能收礼容许集资 各部公园日后可以继续自负盈亏 立法会财委会星期五继续审议 海洋公园申请54亿元撥款 以免下个月因为财困倒闭 不过外界都关注 撥款过后怎样避免相同的情况再出现 当局在会持一日回应说 会修改营运模式 包括园方未来主力做保育 有可能调整机动游戏的数目 以减少维修的负担 也会与公园附近的地方合作 那个营运未必一定要全部自己做 有没有地方可以作为一种外判的形式 去跟其他人合作呢 有没有一个空间 给他们搞一些个别独立的活动 而是分开收费 使得那个门票的压力是没有那么大呢 是容许他可以譬如说是集资的 如果这个真的确认将来需要 是成为一个方法的 那我们在法律里面修改 那这个是视乎确实的需要 袁峰又说中委会议上面 列出债权人等的债务细节 被问到2016年入场人次下跌 为什么仍然继续向外借三十几亿 袁峰就解释 过去四十几年 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够自负盈亏 我们单是这几年 还过的息和本都是 大概三十亿左右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 开工公园以往都是有一个 几强的还款能力 当时公园去举这些债务 去发展新的项目 我想是有一个合理的还款能力 只会去做这些事情 当局重申 袁峰清盘要付的费用 较现在申请的拨款多一倍 武显理事记者陈介印报道 政府发表沙中线工程调查报告 有份作工界分判商中科卿业 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报告 中科卿业董事总经理 潘卓鸿、日品高等法院 日品作指沙中线工程问题 最终调查报告 没有尽责调查剪钢筋事实 报告指有大约2%到3%的钢筋被剪短 是完全没有断和错误感总结数量 日品作亦质疑调查委员会的委员 对承建商礼顿违约的情况 视而不见 要求法庭扳令推翻报告 重新调查 线泰金融学情 恒生指数收报24280点 跌119点 总成交超过1242亿 泰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33点 巴黎股市跌40点 德国股市跌136点 休息一会儿回报告 市委会的研究说 五家油公司的零售价高度一致 和布兰特原油 以及进口价格差距 也不断扩大 英国有科学家在南极大陆的沿岸 发现了绿色的雪 一会儿会讲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形成 回到新闻时间 市委会研究本港五家油公司 燃油零售价格 形容是高度一致 而且与布兰特原油 以及进口价格差距 是不断扩大 我们今天到多个油站看过 这两间售价一样 无原汽油每公升16.79 另一间有少少不同 便宜点 只要16.64 消费会发表车用燃油价格监测分析报告 分析2013年至今年首季 五间油公司零售价 认为是高度一致 除了15、16、18年 剩下4年零售价相同日数比例呈上升趋势 19年较18年增加近一成半 今年首季更有高达九成二的日子 五间公司零售价格都是一样 是历年最高 如果价钱是一致的话 未必有足够的证据 构成一个叫含毛定价 大家看着价钱不断变成 很容易去到一致性 真的要经过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要去看看究竟油公司之间 究竟有没有一些特质或者行为 构成了含毛定价的同位 消费会也发现 零售价和布兰德原油 进口价格差距七年来不断扩大 分别增加超过八成二和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九 今年三月的价格差距达到七年来最高 另外也存在加多减少的情况 与布兰德原油价格变动作对比 减价时每公升少减两个四 但是加价时就加多一个九毫九 消费会建议政府在作政策研究 并赋予竞争事务委员会权力 向油公司策取资料 以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合谋定价 消费会说综合多间油公司回应 说不同进口价格、运输、猜向等因素 导致经营成本上升 所以有需要价格 无线电视记者显示报道 记协等多个传媒组织下午和警务署署长邓炳强会面 记协主席杨健兴会后引述邓炳强说 就今个月10日有记者采访期间被警方粗暴对待 以个人名义自怯 他就有提到就是说就那晚一些记者的采访 如果他们感觉到屈辱或者冒犯 他个人是自怯的 另外就是就5月10日 但是他就5月10日都是不断地说回不理想 整个会我想说了十次不理想 没有很具体说到一些很实在的东西 实际上也是公开说回那些 只是提到就是说他们会调查5月10日 也都欢迎我们将一些资料给回他们的 就我们一些很具体实在的要求 署长是他们是没有做到一些很确实设实的承诺 这里来说我们是失望的 文憑史历史科史题出现争议 中史科开考也是受关注 有史题问到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有中史科教师和教评会都认为 切题没有特别争议的地方 大约6000人报考中学文憑史中史科 卷一有必答题提供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品 文及描绘的日军形象有什么不同 要求考生找出证据支持看法 而宣答题涵盖唐朝精冠之治 元朝行省制 也都问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 不会因为政治化而选择来做 只要哪一体是适合自己就会做了它 不会理会它是否政治化 她老师认为史题争议不大 史料比较细碎 学生就要需要多些时间去消化 可能和作答的时间都可能相对略长了 考生在这份卷上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容易选择题目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教为大老和我们的课程中的重点 教评会主席何汉权认为 史题提供的正反资料有平衡 不像历史科史题感有引导性 认为史题不宜挑动太多学生情感要贴近史实 考评局说题目只在平衡考生对抗日战争的理解 符合一般考生的认知 资料涉及的同考问范围同样环绕抗日战争 而历界有关抗日战争的题目 也都与学生从民族、文化角度建立 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的课程中止配合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导 英国有科学家在南极大陆沿岸发言